還是新浪隊的球 這個球點點六秒應該算是呢 拿到球 基本上就要趕快 蹲一下就要出手了 時間到 有沒有犯規 香港級的裁判 似乎認為缺他一個犯規哦 這是一個三分線出手的犯規啊 所以還有三四罰球的機會 不過要確認一下這個時間 來看一下剛剛 這應該是球出手之後 身體有手碰撞 才能還是 就是一個出手後的犯規 要罰三球 加拿大隊的教練 這個 當然是 無法接受這樣的一個判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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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秒 現在還在抗議 我想這個犯規是應該是有的 只是說這個時間點上面 對 時間點上面是不是 讓加拿大隊的 這個教練團們認為 這個時間點上面 他們是有疑慮的 如果說 球出手了 身體還沒碰撞的時候 時間到了 那 你接下來碰撞呢 當然已經是 你已經過了比賽之前才碰到 那就不算犯規了 那 現在就是說如果說 球出手了 碰到了都還 時間還沒歸零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犯規 對 我想這個整個動作還沒有完成之前 裁判來做任何的判決 其實都是合理的 好 也就是說這個 你不能因為說這個時間到了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比較 比較大的動作的這樣的一個犯規 因為他還是出手的動作的 整個完成的其中的之一 不過楊真一 這時候如果知道 有贊助廠商在這裡 球形成熙有提供費用的話 好 好啦 結果 投完這幾個罰球之後 也結束了在第三節的一個時間 比分六十六比六十二 新上隊取得四分超前 加油 加油